大家好,歡迎回到一齊探討用公司持有英國出租物業的第二部份 我們繼續跟Gagrand 香港區負責人 Florence 談談 Hello Florence,再一次多謝你上來和我們分享經驗 Hello,詩儀大,你好 上一部份我們談談如何在英國用公司持有收租物業,會節省稅 Gagrand 可以怎樣幫助大家開公司、報稅、秘書服務等等 這部份我想和你談談,一些觀眾朋友實際上用這個方法去買樓會遇到的問題 Florrence 有些朋友買樓其實不是只有一個目的 可能他買一間樓回來收租 但是也想著將來如果兒子和女兒結婚 就想收回一層樓給他們住 又或者自己住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用公司的名義去買樓 又可以嗎? 其實用公司的名義去買樓 其實用公司的名義去買樓 將來可能自己去住 或者讓子女去住 其實也是可以的 好像我們之前提到的 如果拿來作為自住的話 可能就要留意一些貸貸貸貸貸 例如再回覆一下 如果樓價有超過50萬磅 用公司去保持自住的情況 就要交了ATAG的稅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自住的情況 可能留意一下 這就是不轉名的情況 要交ATAG的稅 如果是50萬磅以下 也不需要交ATAG稅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用公司保持我原本是出租的 但現在我拿回來自住 也是想著作為一個長遠的自住居所 亦可以考慮做一個轉名 轉回自己的名字去保持 當然轉名就會牽涉到 相關的稅項 包括STEM DUT LINE TAX 以及如果樓價升了 都是有機會要交增值稅 所以可以看回自己的情況去決定 需不需要轉名 好的 如果我們再看遠一點 如果房子用公司去持有 將來如果我要留給子女 那對遺產稅有沒有影響 可不可以交到層樓給子女 其實我幫很多客人去設定公司 他們最主要都是為了通過公司 避免將來的遺產稅 所以其實用公司去保持一層樓 反而可以幫助他們去做一個更好的資產 傳承安排 譬如開了公司可以加入子女 做公司的股東 將股份轉給他們 通過這個做法可以減低自己的資產的價值 譬如我們買一層50萬磅的物業 那可能我個人的資產已經有 可能已經持有了一些其他的物業 都已經有幾十萬磅的 那如果我再買一層樓 我可能就把自己的股份設定在10% 而子女可能是90% 那我的資產價值只是5萬磅而已 那我可以減低我的資產價值 亦可以避免到遺產稅 嗯 聽起來也可行 如果我有興趣找Gegra去開公司買樓 其實是 我應該怎樣開始呢 你知道買樓的流程很長 是不是我自己去找好買哪間屋 然後才去聯絡你們 看完樓之後才找你們 還是我未開始之前 就應該先和你們聊一下呢 嗯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的 那我會建議 如果大家想要解釋多一點 譬如整個開公司的流程 或者那個應該幾時去開公司買一層樓 可以先找我們做一個諮詢 那當然了 如果你已經在找樓的過程 你可以找對一層樓 真的打算要入手的時候 可以聯絡我們 可以幫你設立一間公司 甚至乎我剛剛開始 樓都未找到 會不會通過Gegra可以幫到手呢 那我們也可以的 可以幫你做一些 property sourcing 嗯 大家如果想聯絡 Florence 的團隊 我在下面的資訊欄 就會放一個WhatsApp 連結 大家用手機按下連結 就可以聯絡到他們了 Florence 很好 可以做一個30分鐘的免費的諮詢 嗯 Florence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直接去問 其實就是 找你們幫忙去開公司 這些服務 其實大概的收費是怎樣的呢 好 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收費 我們就會收取一個29磅的月費 是的 這個月費就是做什麼呢 我們就會幫公司每年做會計 報稅 以及提供公司秘書的服務 包括譬如 折冊公司地址 收信等等這些 每年去收費的確認證書 這個就是每間公司收29磅的 其實這個29磅是一個新的費用 會是4月17日開始生效的 如果大家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還未到4月17日 如果在4月16日之前 如果你可以在我們設定公司 我們都會給予一些優惠 可以豁免三個月的月費 但這個一定要在4月16日之前 去註冊公司 是的 那我要努力快點 剪好這條影片 讓觀眾可以快點看到 嗯 如果來不及設定公司 有沒有其他優惠 嗯 其實我們都可以 因為我知道都很趕 如果真的來不及 在4月16日前去設定公司的話 如果大家之後需要開公司 可以聯絡我們 是的 我可以幫大家在設定公司那裏 減回50磅的優惠 做回減50磅的優惠 哇 真是好 我先代觀眾多謝你 Forence 嗯 但是我自己本身 對英國的租務市場 就沒有很有深入的研究 嗯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有沒有什麼類型的房子 或者房子 那些是比較適合做 買到買到購物的呢 有沒有辦法 我譬如找一些 本身已經有租約的租本去買的呢 其實 其實英國也很大 有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類型的房子 其實每一種類型 都是可以做到買到購物的 這真的很視乎大家自己本身的預算 喜好 譬如有些朋友可能喜歡房子 有些朋友可能喜歡Flex的 即安全性好些 那可能有些喜歡倫敦 有些喜歡曼城 或者喜歡斯康蘭 所以這個真是根據自己的喜好 他的預算 包括他的投資經驗 譬如比較有投資經驗的朋友 可能他會選擇一些 類似HMO這樣的 property 那可能的回報高些 但是HMO去維持HMO 其實可能需要多少少的經驗 所以這個真是根據自己的情況去做一個選擇 其實無論買什麼地區 什麼類型的房子 都可以有不錯的租金回報 是的 如果大家都想找一些已經有租客的樓盤 可以一天入手的時候 就已經有租金收入 那也可以 Gegra我們都可以幫到手 因為本身在我們的plattform上 我們都有一些樓盤的listing 包括一些用Gegra 包括在維持的物業 有些業主已經想著可能放出去的樓盤 那你就可以有多一個選擇 你可以直接買去公司 一買回來 就已經有租客 可以即時收租 還有如果你買公司的話 也可以節省物業印花稅 這個也會減低你入手的價值 其實也不只是我買的時候 可以買一些有租約的 即是我如果已經有租約 到時我想賣 都可以在你的plattform上 搜尋出來 是嗎? 是的 沒錯 所以其實我們剛才說到 我們的服務就是 除了開公司 公司的會計 報酬和按揭之外 其實如果現時 大家已經有一層樓 無論你是用公司維持住 或者是用個人名維持住 那你想賣掉的話 其實也可以聯絡我們的 我們可以幫你去list 你的家屋 在我們的plattform上 因為本身在Gegra 都有幾萬個用戶 那這些用戶 其實都是一些 買家買家 所以他也有機會 希望繼續找一些合適的樓盤 去做投資 所以也可以在我們的plattform上 去listing 的 很好 這個 我這個頻道 其實有一部分的觀眾 其實都還在香港 可能正在準備 一兩年過來英國 那他們在香港 可不可以用到你的服務呢? 就是買一間英國的樓收租 為他將來 如果在英國 準備了一個穩定的收入 可不可以這樣呢? 絕對可以 其實我們本身是一個 Bi2Lit的investment platform 我們可以幫香港的朋友 或者甚至在英國的香港朋友 去註冊英國的有限公司 我們可以幫他們 做會計 報稅 還有 如果找到 我們可以 甚至乎幫他們找 property 可以幫他們安排 這個案件的申請 就是一系列的服務 所以無論在香港也好 在英國的香港朋友 都可以找我們 當然如果在香港的話 歡迎可以聯絡我 我可以幫你做一個 安排一個諮詢 看看你的需要 或者你的情況 去提供相關的服務 有位香港的觀眾問我 他說他不是英國的稅務居民 他在英國那間公司 就是維持一間樓的公司 如果想拿出租金 其實是否需要交稅給英國政府 嗯 這個問題其實是回應我們之前提到的 當你用公司維持一間樓 那些租金如何拿出來 是在香港居住的朋友 其實他們可以用公司儲存 是在香港的錢給股東這個方式 這個補充其實不是一個財務 所以無論在英國或香港 都是沒有這個稅項的 就是不需要交稅的 另一種就是派出租金 這個對於香港居住的朋友 其實是特別有優勢的 因為他是不需要交英國的 這個財務財務的 是有這個優勢的 所以無論是選擇補充 或者選擇支付金 其實都是不需要交國人稅項 好的 好 如果我在英國已經註冊了一間公司 買了一層樓 其實我自己去找會計師去報稅 都花不少錢 我又可不可以把這間現有的公司 轉去GATGRAM你的PETFORM 用你的服務去報稅 那這個收費又會是怎樣呢? 這部份 好的 其實我們一直都收到很多這方面的查詢 以往是真的我們支持不到的 但是很幸運 我們在上個月開始 可以提供這個會計報稅的服務 給一些已經設立了的英國有限公司 所以如果譬如你已經開了一間公司 已經在收租的 那是很歡迎可以轉到我們GATGRAM的PETFORM 我們可以幫你去做每年的會計報稅 那這個我們收費呢 就會是 如果你這間公司是持住一個property的 那收取的月費呢 就是29磅加VAT 那如果你這間公司是 可能持住了兩三個property的 總之在兩個property以上呢 那收費就會是45磅加VAT 好的 那如果我這間公司 本身已經有幾間物業在裏面 我轉過來GATGRAM 會不會變了呢? 不會變的 可以保持你這個固定 你保持三個物業 因為本身我們只是幫你這間公司去提供會計報稅 至於你裏面保持多少物業 都是不需要做轉變的 你可以保持 好的 我們已經回答了很多問題了 不如我們再回答最後一條問題吧 好的 如果我已經用個人的名義買了一間房子 嗯 其實我們最近都收到很多這方面的查詢 很多客人在考慮 將他們個人名義持有的物業 轉用公司名去持有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去想呢 通常有這幾個情況 其實他們是屬於高稅家的 即他們的租金收入是交了40% 甚至45%的一個 income tax 那如果他轉到公司的話 他變了可以把租金撥到公司那裡 那公司交的corporation tax 稅率只是19% 那可以其實省了21% 那還有他轉到公司之後 他做的按揭的利息是全額扣稅的 那又可以再幫他減低他那個 taxable income 就是他扣完稅之後 他的 net profit可能未必很多 那也都可以再交少些這個corporation tax 那這個就會是很多客人 主要考慮的一個因素的 那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可能他的資產的價值比較高 那他forsito journal 可能真的會有一筆比較大筆的遺產稅的 那所以呢就考慮轉回公司 通過成立一間新的公司 加回家人做 加回兒子做公司的股東 那其實是提早了一個資產傳承的安排 那就可以是避免到或者減少 將來那個遺產稅的產生 那這個都會是很多時候 他們會考慮用個人名的物業來轉回公司的 不過留意一下如果做這個轉名 就會牽涉到這個 因為轉名就是當一個新的transaction 那所以呢都會牽涉到要重新給這個 Stand duty land tax 那還有如果樓價是有升值的話 那其實都是有機會要給這個物業的增值稅的 那還有都要引述一個律師去做這個交易 那所以都要再給一次這個法律 那會有這幾方面的課程要考慮 那我們都有一個計劃 就是可以幫客人去計一計 到底值不值得這樣做 或者給他計一計 其實他要支出多少才可以做到這個轉名 那可能心中有個數 就可以看看到底是否真的需要去轉 還有轉完名之後 他的 cash flow 會不會有改善 譬如因為可以扣的 expenses 多了 令到他每個月可能多了 cash flow 那可以值得考慮去做這個轉名 那如果真的有興趣 也可以歡迎聯絡我們 我可以分享那個計劃給大家 好的,謝謝Florence 大家如果有其他關於 用公司持有英國出租物業的問題 就可以用我下面資訊欄的連結 去WhatsApp Florence 的團隊 剛才我們也說過 有很多今天我們談過的資訊 其實都要看回個人的財務狀況 各方面的情況 所以最好都是找Florence 他們可以做一個免費的諮詢 就可以就著你自己本身的情況 看看這個出租物業 用公司去持續這個方面 是否能幫到你了 Florence 今天很感謝你分享了 那麼多寶貴的意見給我們 多謝你,小月巴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可以Like、Share和Subscribe 小月巴這個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多謝Florence 大家可以按我小鈴鐺 和追蹤小月巴在英國的Facebook page 和IG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